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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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事你就说 干吗这么鬼鬼祟祟的 自然是不能公开的事了 我听说咱们也加压分了 以母亲的意思要叫我们分开 你怎么看 你倒是说啊 不过这事我是赞成的 在人家西方都是小家庭制度 让各人去奋斗 谁也不依靠谁 谁也不受谁的累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 做事是做事 兄弟感情归兄弟感情 反过来 要是大家都在一起的话 权力义务哪是都相等的 这话也有道理 但是以我现在的处境 我是不敢说这话的 将来说谁拆散了这个家庭 我倒成了罪魁祸首了 你这话不是矛盾吗 要是这办法挺好的 怎么能叫罪魁祸首呢 当然了 这事还得说我们都同意 如果大家都同意 我绝不阻拦 回头你跟母亲商量一下 我只能跟你说 跟母亲说还得非你不可 如果非我不可 那大家最好都在场 那也好 你们两个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呢 孙姨娘 孙姨娘 能公开吗 暂时还不能公开 不过 当我公开的时候啊 你虽不说我也知道 不外 家庭问题罢了 她在这儿说话绕你玩呢 你也相信 过去的事就不说了 我倒是看姨娘这两天 好像格外的轻瘦 你的心里 也要放宽些才好啊 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死了丈夫 有叫人不伤心的吗 可我这儿伤心 有人还怀疑我是故意做做 一个女人 无论怎样 都别去当姨太太 这当了姨太太 人格平白的都低了一等 根本都成了个坏人 这哪儿好得了呢 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的多期制度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女人做偏方 因为受经济所迫的固然不少 但是也有很多人 是为了恩爱二字 才这样做的 为了恩爱 牺牲一切都在所不济 这样旁人 就不应该轻视她的人格 这话 固然也是不错 老爷虽然对我不是十分的好 可是我对他是绝没有一点私心的 老爷在世的时候 有人瞧不起我 好歹还看他三分金面 现在老爷不在了 有些人 估计要加了倍了为难我 听说又要分家 这叫我一个年轻的双妇 孤孤单单的 该怎么办呢 七少奶 你带我很不错 又是个读书名理的人 请你指教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分家 姨娘的话是从哪儿听来的 七少奶 你以为我是汉奸 来叹你口气来了 你错了 我不觉得你我一样 都是个没有帮手的人 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我可没有什么私心哪 姨娘这话我怎么受得起呢 我说话有什么不到的地方 你可得多指教我 可千万别见怪啊 我也不是见怪 你想 我高高兴兴地走来跟你商量 你一瓢冷水泼了下来 这叫人怎么不难受呢 一个人在这自贞自饮呢 来了 快坐 烦呗 借酒消愁罢了 借酒消愁 愁更愁呀 你调虎离山地把我叫回来 要跟我说什么呀 我当然是有事儿 要跟你商量了 我听母亲的意思 咱们这个家 恐怕很难维持现状了 你这算是一段话的引子吗 引子都这么透彻 本论一定更好了 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 人家越是正经地跟你说话 你越是开玩笑 你想啊 如果现在的生活不能维持的话 但我们就不能过跟从前一样的生活了 这是自然的 我看过多少有钱的大家庭 一倒就倒得不可收拾 只怪当初没有及时回头 所以母亲的办法 我们应该极力地赞同 这不光是赞成就完了的 单凭他们哥几个的能耐 要想独撑门户 我看这是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身池啊 你为什么叹气 这么大的事儿 你只付之一探吗 雨芬 其实这我早就料到了 可是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我想来想去 笨主意倒是有一个 如果真要分家的话 我们一定要跟母亲说 所有的款子 赵母一定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我们还要有监督权 如果觉得这个办法 太拘束的话 我们就让母亲 单独撥一份产业给我们 有了这份产业 就任他们在外面狂嫖烂赌 管得着就管 管不着就拉倒呗 我看这个难 为什么难呢 难道就看着产业 在他们手上败光吗 我自然有我的说法 你想呀 财产当然是由儿子继承的 儿媳有什么权利去监督呢 再说他们爱着面子 又怎么能承认呢 至于下一步 只有分家 可是母亲首先就是 不会同意的 照你这么说 我们就得眼巴巴的 看着树岛胡孙散吗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只好自己个人解决了 太太 您怕什么 拿下一根毫毛来 比我们腰杆还粗呢 您还愁吃愁喝不成 一个人不愁吃喝就完了吗 就我手里那几个钱 也不够过日子的 叫我怎么不发愁呢 天塌下来有屋顶着呢 您怕什么 屋能顶着天吗 就算顶着 也是替别人顶着 可贪不上我呀 到了现在 太阳落下山区 该是飞鸟个头林了 我受他们的气 也受够了 你瞧着吧 很快 就有好戏看了 好啊 死人尸骨未寒 他就在这儿心灾乐祸了 我先说过 棺材还没有出门 当着死人的面 不忍心分家 现在人走了 这个家迟早要分 我也何必强留呢 今天就是问你们一个异项 是愿意私分 还是愿意官分 这什么叫官分 什么叫私分 我不太懂 所以不敢拿什么主意 官分就是请两个律师来 公开地分一分 私分就是由我来支配 我也是很公正的 我会把一切账卜公开 然后再分配 有反对的吗 我本来是要公开给你们看的 可你们不看 我就收起来了 荣华富贵 我也享受过 事后想想 也没什么多大意思 如果有一天 我像你们父亲一样两脚一蹬 什么都不管了 我还这钱干什么 既然你们都不动手 我就要指派了 会场比较干脆 你就来核对数目 凤举你是老大 你把我的账本念一念 你念一笔 会场对一笔 这怎么念 您老人家请告诉我 你是傻子呢还是故意的 从头往后念 高声一点 股票额一百八十五万元 七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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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往下念 这账不用念了 我看多半是亏空 就是不亏空 无论多少钱 都像是在镜子里的 看得见摸不着 真有耐心 你忍到现在才开口 不错 所有的财产都是我落下的 我爱给谁就给谁 你有什么法子 怎么没法子 可以找人来说理啊 要是理想不通 还可以上法庭呢 好 你爱告谁就告谁去 分来分去 无论如何 也贪不到你头上一块钱 好 这个是你说的 有了这句话 我可就有把柄了 你就想活活让我饿死 是不是 这又不是谁一个人的事 母亲自然会有妥当的办法 你又何必心急呢 我这也是为了大家的事 才说起废话的 你说又怎么样 你能代表他们来跟我要产业吗 除了梅丽 其他都是我生养的 他们的事 还轮不到你出来说话呢 就是梅丽 也是她妈妈出来说呀 坐下 没你什么事 看来这句话你不说 憋得难受 有什么话你就简单地说吧 我 上半辈子 这么可怜 我 妈 您这是怎么了 让您简单说 您就从上半辈子说起 要是不简单 那还不得从前十辈子说起了 你的话不说 我也明白 你本来很可怜 总理在日时 对你不错 才想了半辈子的福 现在 总理已经去世了 哪还有心思来分财产 对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 对总理的感情 谁也不比你抱 可就只有你 说出这句话 真让人痛心 算了 算了 今天没心思对账了 赶紧再说吧 那不行 快刀斩乱麻 要办就在今天 我告诉你们 所有的账都在这儿 除了这房子 和西山的房子留着 余下的现款 是三十万 提出十万 给他们几个姐妹 每人分两万 二姨她已经说了 要跟着我一辈子 她什么都不要 没有这个道理 展浅分她一万 对你 我不是怕你闹 我要秉公办事 只要你不离开 金家的门 我就给你一万 这儿一个大名鼎鼎的 国务总理 该有多少钱 有多少产业 大家心里都清楚 你这一万块钱 就想把我打发了 你这么欺负人 我绝不答应 你要是不给我 十万八万的 就别怪我撕破了脸 我要登报声明 要是怕我声明 除非把我杀了 看你那破了样子 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 你尽管当着满堂儿女的面 耍无赖 我也不怕你 我怎么耍无赖了我 你说 你要是平白无故地 想把我赶出金家 没那么容易 你们听听 你们听听 行了行了 你以为你是谁 你见到谁的威风 可以在我们家撒眼 在这个时候撒眼 请你出去 马上滚出去 我们走 我们走 老山 嗯 上次我拜托你帮我找到事情 不知道怎么样了 燕西啊 你是我的兄弟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干吗用拜托这两个字呢 只是我最近啊公事缠身 一直闲不下来 不过我已经四处打听了 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其实 我现在的状况也是最了解的 到了这一步 我不会挑剔工作兴致的 那不行 总不能让你到西之门 扛大盖去 怎么也不能让你受 这么大的委屈 这件事我考虑了很久 你是知道的 太好的工作呢 不太好找 不太好的工作呢 我又不忍心在外面受委屈 要不这样吧 你再去请王友春抱一下 看他能不能 我已经拖过他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我还能扛下去 那过去啊 去我帐上 走吧 好 妈 你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 我来整理整理 你爸生前的东西 说不定 等你们安顿一下来 我也该到这儿来养老了 妈 以后我哪儿都不去 我会陪您的 说得好听 你们一个个都忙得很呢 连说句闲话的人都没有 妈 我知道你在埋怨我 记得父亲常说 要成家先立业 那个时候 他老人家还在位 我也曾经努力去谋事过 但是 一事无成 现在 父亲去世了 树倒护寸散 强倒中人推 再加上我是已故总理的儿子 想要谋事 简直比登天还艰难 这些日子啊 我四处奔波到处求人 本想找到一份正经工作之后 再告诉你 可是 妈 您以为 过了这样游手好闲的日子 我的心里就不难受吗 我也不愿意让你 养我一辈子 你去求过谁啊 昔日的一帮朋友都不见综艺 又春啊 宝晒啊 闪烁其词的 我还能求谁啊 人情淡薄 师太炎凉 儿子 你不要再第三下四地去求人了 妈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只要妈还在 亏不了你 啊 妈 应该相信我 我金燕西 一定能找到一个出路 正信我们金家 你要干什么去啊 我干什么去和你无关 你也不用多问我 你还和白雄起打得那么火热啊 你又不怕母亲知道吗 哼 知道又怎么了 爸爸已经去世了 政界的事和金家就没有关系了 人家白雄起顺顺当当的 接替了老爷子的地位 当上了总理 我有这门亲戚 对咱们这个家 不是很有好处吗 我告诉你啊 我就是饿死 我也绝不求白雄起 我问你 你知道贺孙为什么会没有工作吗 凤举为什么会被抓 那我问你 为什么你还能保住饭碗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你 哼 妹妹 表姐 你可真够意思 一个电话就来了 你怎么谢我 你那笔款子呀 我已经全部给你转到华国银行去了 但是我表哥不知道你信不信任那家银行 所以不敢跟你存定期的 只好存个活期的 真的啊 太好了 存这已经备好了 跟我进屋拿去吧 好 好 昨天两点钟回去 今天两点钟见面 真好是个对视 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 是怪我来晚了 我可不敢 把你陪新夫人的时间 整整分了一半 昨天晚上回去 还没有责备你吗 没有 没有责备 你很得意 怎么说得上得意呢 叶希 对了 你今天找我来 究竟有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约你来吗 想你了呗 秀珠 我不想再让你失望 我不会失望的 而且 我也谅解你 秀珠 我现在已经不是总理的少爷了 我只是一个 失学又失业的人 是 我的前途暗淡渺茫 所以 非常谢谢你的盛情好意 是 你怎么这么说 我是视力眼吗 你现在还年轻 重视奋斗的年代 怎么可以说这些 不上进的话 你这是怎么了 好像初思相识似的 老逛着我 宝贝 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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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这儿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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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哭啊 为什么哭啊 这小童都不认得你了 我还像一个当爸爸的 病好点了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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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哭过没完没了的啊 小东西 你哭过没完没了的干嘛 哦哦 哦哦 哦 孩子哭你都烦啊 看来你对孩子 一点感情都没有 我怎么对他没有感情了 这小东西 我一抱他就哭 你还是我儿子吗你 你还是我儿子吗你 他就是对你这个当爸爸的 从来不回家的一种抗议 你还真会说事 那孩子你说事 你以为我不明白吗 来来来 听说你现在还在 和白小姐约会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不妨说出来 我是绝对不会妨碍你们的 我说 你怎么老是这么疑神疑鬼的 我跟你说了 我跟他的交往 是有非常震荡的目的的 现在 父亲去世了 我们不能不为以后打算 我只想通过他哥哥 找一份合适工作 父亲在位的时候 你就没有谋到职位 现在通过白小姐 你就能谋得到吗 别提我父亲在位的时候 可是他老人家还在时 我经验期用得着去求他 好了 我不跟你多说了 我只是现在 不希望也有任何人 限制我去做什么 你说这话不屈心吗 我什么时候限制过你 好了好了 我们不说了 把钥匙给我 我想拿点钱用 钥匙在这儿 你拿去吧 下去 增迹 增吻 增 增 增 有我做主 把箱子打开给我看看 又不着开了 这么清 里面肯定是空的 什么 你是故意装傻 还是今天早上才刚知道的 我难道会背着太太 和姨太太沟通渔气呢 你是个死人啊 天天和她在一起 她整箱整箱都去往外搬 你都会看不见都会不知道 太太你想啊 她整天在搬东西 明的也好 暗的也好 谁让她有什么意图呢 谁会想到她会逃跑呢 早说我不应该疑心你 可是你要明白 你跟她现在待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就不能把你这个血 这些天 你给我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 等事情解决了以后 你才能出这个大门 你们平时都说这个人不错 现在你们看看 她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跑 妈 你已经消消气了 老头子做了一辈子的大事 就是这件事情上 办的是二十四分的糊涂 这谁又能知道将来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呀 这可真合了古人那句话了 叫做周公恐惧流言日 往莽千功下事时 无论如何 同住一家的人总有些来往的 对他又没有特别的好 现在也不做这些解释了 大家在一起商量一下 对这问题怎么个看法 还要什么态度 就由他去吧 为什么让我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我哥哥说他要派两个专员 去德国给政府办事 我跟他商量着 让他也把我带去 他同意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让他再给你添个专员的名字 这样不但不花钱 还可以去欧洲白玩一趟 而且买卖做成功了 还可以一次提成呢 这怎么可能呢 第一我不懂洋文 第二我也不懂外交 并且 我哪有心情去欧洲玩呢 已经有两个懂的人去了 你不过是做个幌子 况且愣起资格来 你也算是外交家的儿子 没什么好勉强的 我谢谢你的好意 只是现在的金家 已经是支离破碎 各本东西了 如果这次出洋 我相信我的母亲 一定会非常难过 并且 第一次出门 就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也有点舍不得母亲 所以 我应该跟她商量商量 我关心的不是你家 而是你 你不是说整天要谋事的吗 能谋过什么事呢 人家都已经替你找了 你还不领情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了解我在想什么 你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你有困难 不去就不去嘛 你干吗手上这么多不相干的理由 夜深了 请你回府休息吧 我们不必再谈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 我当然得考虑我的母亲 并且还有 还要你太太和儿子吧 其实 从日本回来 我就已经原谅你了 你不必考虑太多 我能接受 只要你不离开我就行了 秀珠 这真的是不可能的 你还要我怎么样 难道 我们不可以做朋友吗 不能 永远不能 齐少奶奶 请进吧 七少奶总这样客气 对我们还是下这个寝字呢 这怎么能算客气呢 我向来如此 人生在世 我大金棺材那一天 怎么就能草草地定他的终身呢 再说 我又何必 这么早就摆起这架子呢 七少奶说这话 我哪敢当呢 您拔出一根毫毛 比我们腰杆子还粗呢 您这一出洋 将来回国可就更好了 我出洋 做猛吧 刚才我听三少奶奶说的 她说七爷要到德国去 七爷去 您还有个不去的 怕是三少奶在闹着玩吧 这怎么能信呢 不可能吧 三少奶奶说的时候 是正正经经的样子 不像是在闹着玩 出洋也好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我就是来打听这事儿的 您要是出洋 一定会到上海去上船 我想跟您一同回上海 去德国 不见得一定要搭船去 有火车去也是可以的 不过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上海搭船 我倒是可以带着你去的 那太好了 七少奶奶 我刚才说的话 有可能是听错了 将来七爷问起来 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他出洋还是什么秘密吗 反正将来你会明白的 太不像话了 真是事太炎凉了 你们瞧瞧 老子总有一天会找你们报仇的 什么事儿啊 跟发了疯似的 来来来 先坐下再说 到底什么事儿啊 下着秋香去把我叫回来 你瞧瞧 是不是岂有此理 言误署财人 居然连我的名字都裁掉了 这样一来 又少了四百元的收入 真的吗 都发表了当然是真的了 老实说一句 财政界的人物 哪一个没有收过我父亲的恩惠 他们现在全忘了 人一走茶就凉啊 事先你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呢 说的就是 他们真是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啊 要是我早一点知道 也用不着人去享秦 我亲自出马 要去找那个署长谈一谈 我去给你找条路子试试看吧 你说的是白家吧 说真的 现在去找白兄企 他未必不肯帮忙 你想啊 他是总理 只要他说一句话 那可比圣旨还灵呢 不行不行 你不是说过吗 就算是饿死也不求白家 我看这个办法不行 你到底愿不愿意啊 十年何东十年何西 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看着办吧 话倒不是这么说 你们府上有些人是很讲稚气的 他们是绝技不会找白家人做人情的 白家和金家是死对头 现在去找人家 是不是有些丢脸呢 哎呦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了 你既然拖了人 就不能埋没人家的人情 这事我是不会秘密进行的 这事你决定吧 哪能一辈子不求人哪 我看这个人哪 还是倒两次没比较好 倒了没之后 就会懂人事说人话了 哎对了 你不妨再去找一个人 你让老七去和秀珠说一说 他的力量可比我还高一倍呢 你就别提那个人了 我现在整天整晚都见不着他 这些天哪 老七经常去秀珠那吃午饭 你不妨在午饭的时候 给他打个电话找找他 我看十有八九能够找到的 他们俩现在又在一块了 三哥 你真是个大忙人啊 我找了你三天了 哦 我也准备到前面找你的 你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尽力做了 放心吧 哪儿去啊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交代呢 你有什么事没办妥啊 你的事我全知道了 可我的事 你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到底办到什么程度了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了 个人有个人的难处 旁人怎么会知道呢 行了 我也不想管你的事 我只想知道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前途 前途 三哥 你告诉我什么叫前途 我不明白 我就想让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样了 我已经把你的事告诉白晓珠了 他说没问题 等他哥哥回来写封信 这事就可以了解了 三哥 对于你的前途来说 最好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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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